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分钟市评 我是李国庆 人行表示 宅机定向降准 在未讲今天的题目之前 请大家看看恒新指数表现 全日恒指反弹了82点 收报26,778点 成交连续第六日超过1000亿 今天有1104亿 都算是多 港股今天曾经受到美股影响 都是向下跌过的 最低是跌到26419 是本轮跌浪以来的一个低位 大家看看恒新指数这幅图 恒指由这里1月20日高位29175 跌到2月3日低位26145 总共跌了3030点 然后反弹上来 在2月17日最高见过28,055点 大概是反弹了 跌幅的0.618倍 刚好黄金比例差很少 然后就开始又再回吐 今天最低见过26419 刚刚未穿264 可以说是这里 大家看到这里 其实这个不算是上升烈口 不过 这一天2月4日的开市位 就是26491 就是26491 就是264的水平 现在都是回到264的水平 就是之前这里 一开始反弹的低位附近这些水平 好了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就是反弹 每次去到265之下 就开始似乎有买盘 似乎有买盘 因为连续这几天都很大成交 记得我跟大家 上星期五开始讲的题目的时候 就是讲到说 内地不怕 外围怕 跟着呢 在星期一的时候呢 就跟大家讲说 外围恐慌 这个我其实讲的事实 当然有些读者 或者是观众 就会觉得 其实内地的疫情 都还是很严重的 就不要相信那些数字 我又不觉得 应不应该相信那些数字 是一个我们在这里最重要的问题 不是 最重要的我们是讲到股市 就是市场的反应 我是想讲的 其实市场呢 对于内地的那个疫情 稍微缓和了 没有那么害怕 现在反而是害怕外围的情况 上星期五讲到 所以说内地不怕外围的 怕在外围那里爆 比如这个韩国啊 日本啊 现在呢 意大利啊 甚至乎美国都好像很害怕 那这个所以搞到呢 外围的股市呢 就跌到一波一波 那接着呢 在到星期一的时候 大家说外围是恐慌的 直接恐慌 所以大家看到 这几天呢 美股是跌得很厉害的 但是呢 香港啊 或者内地的股市呢 就没有那么害怕 不是不跌 不过你看到这三天 其实跌下去 都是阳烛来的 所以就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害怕 那个现在的外面 就比较恐慌一点 那意味着呢 就是港股可能受到一些力量 就是支持了 是什么力量呢 那我认为就是 可能内地放了很多很多水出来 或者预期内地都会有很多政策 例如货币政策 和这个财政政策 出台 支撑住 那我觉得股市 记住 就是谁带谁我谁正确 就是谁带谁我谁正确 就是谁钱多 或者货多 你如果说会淡的 那就是沽那些 沽加赢 就是货多扔出来 没有那么多钱 就不停滚下去 相反 现在它如果有很多水 在那儿的话 那就没有跌得那么多 或者跌不下 那内地的股市固然 不停地冲上去 没有什么跌 那香港的市场 也都减缓了跌势 就是因为有很多水 这个就是市场的现象 好了 今天为什么会有 预期它有水呢 就是这个 人民银行的副行长 这个刘国强就表示 其实现在呢 防疫的 就是他们放了水出来 目前重点 防疫企业实际的 融资平均成本 利息仅为是什么呢 1.28厘 就是真的很便宜 1.28厘 下一步呢 货币政策呢 将会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继续用好专项 债贷款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 释放长期流动性 下一步呢 就要扎基定向降准 支持普惠金融服务 那它说完这番说话呢 下午的市油跌转升了 那大家见到 香港上市级之后 重要的内银股呢 就开始 就连续两天 都是比较大的洋竹来的 建设银行 今天升1.9% 那是不是昨天已经有人知道要放水呢 你看过图 似乎是 工商银行 今天升2.25% 因为昨天升不够建行多 今天那支洋竹就大了些 中国银行也是 一支大洋竹1.6% 那三间银行 今天以工行的升幅比较大 那如果连续两天算 就应该建行的由低位反弹幅度比较大 好了 那放水 放水呢 就有利耐银 或者也都有利少少 就是内房 不过政策上 也不会直接去支撑内房的 那也有利多些 相反内房下面的物管股呢 就这陣子也是涌上去 譬如今天 中海物业2669 就升成6.3% 保理物业6049 都升4.3% 好了 那但是外围就很害怕的 外围呢 现在呢 就是那个 疫症一直在蔓延之中 那好像韩国那样 那 那这个韩国股市呢 已经是商顶形态比较明健 今天再跌1% 那如果未能迅速地回到颈线之上呢 恐防这个商顶成立的话呢 你起码下去呢 就是1900 就是试回之前这些前浪底 就是8月那些低位的了 日经的指示 日经都不是好样的 日股呢 日股呢 这几天呢 连续都是3天了 收在这个颈线之下 这个腹式头肩顶 颈线之下 那就确认这个头肩顶成立的了 如果照量照度呢 也是去回 起码都要去回10月这些低位 10月这些低 甚至乎呢 2万1这些区 希望守得住 万一守不住的话 如果连东京奥运都搞不成的话 那就2万的了 落到2万的了 那现在都是避险 外围就是很害怕 那些钱涌去哪呢 都是债市 那星期一和大家已经说 外围恐慌 那些钱都流去债市 现在的债息呢 10年期债息低到1.30边 如果再 这个历史新低来的了 30年长债已经是历史新低 10年长债 亦都是历史低位了 那如果再恐慌多一点的话 就恐慌1.3都跌穿 其实这些息是这样跌呢 就是对这个联储局压力都很大 因为呢 那个债息曲线呢 就倒挂得很紧要 因为10年期债息 就会比这个 1到3个月的那些息呢 就低很多了 因为1到3个月 为什么不下跌呢 就因为联储局没有减到息 短期利率呢 Overline rate 还是1.75厘 那你那些1到3个月的票据息 又可以跌得多少呢 跌得不多了 那它还是可能1.5厘的那些 那现在那个长债息呢 就反而呢 10年期的息去到跌到1.3厘 它们的息差呢 就拉得很阔了 倒挂越来越明显了 那联储局最关心的 就是3个月和10年期的 那个债息的倒挂 现在扩得很紧要 那就意味着呢 就是衰退风险呢 就增加了啦 那联储局迫于无奈 很可能呢 就要提前加息的了 那现在4月加息的机会率呢 已经是超过3分之2啦 那会不会提前到3月呢 那希望不用了 其实因为如果你 真的要3月加息 就是这么急要加息 就是说市场就会塌得很紧要的了 那所以呢 就是有好有不好 你3月 sorry 不是加息 就是减息 刚才说的 减息 3月会不会减息呢 4月减息的机会率 已经是去到3分之2了 那如果3月都要减息的话呢 那就是意味着呢 就是市场是很差 那很差的话 就是有一段时间 都是要瘦啦 那希望不用这样的现象 那如果导致呢 其实现在来看呢 它就相顶形态下来 量度跌幅目标呢 26770呢 其实就相差不远的了 但是是有权可以再进一步下跌的嘛 它现在就其实呢 美股就是这样 一哭二闹三想吊 首先 一有疫症 我就跌给你看 死给你看 你如果联储局不肯减息的话呢 我就再什么 哭不行的 就骂吧 就第一棍 第二棍 再不行 再不减 我真是想吊给你看 就是死给你看 如果这些26770 这些搜不到 再下跌的话 就逼到呢 债息呢 就再跌穿1.3厘的话呢 联储屋呢 就是没有办法 就会一定要提早减息的了 那就是美股 整天不停地上演这些这样的剧目的 那 那 疫症 现在据特朗普所说 美国其实都 还是很轻微的 那会不会 在美国都社区爆发呢 大家要关心住了 在欧洲那里爆 希望呢 欧盟呢 又帮到意大利 那日韩那些 特别是韩国 今天 单日有五百宗 都挺客人的 所以呢 那些疫症在外面 爆得很紧要 但外围就很恐慌的 相反呢 香港这些就叫做稳定一点 因为呢 就想着呢 就是内地会 放很多水出来 那 那有只股 最后呢 我没有这个图子弄到 那就是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这只阿里健康 二四一 那今天这只股 就升了成9.5% 的 事源呢 就是呢 阿里巴巴公布 阿里健康呢 就与天猫联合 启动了这个 放心扣药计划 这个计划呢 就是可以在内地有三亿个 慢性病患者呢 可以在天猫上高 购买处方药 北上港深航 这些 这些十座城市呢 如果你买了药之后呢 最快三十分钟 就可以收到药的了 那以前呢 就不可以网上 买处方药的 那现在这个可以买 所以呢 就刺激到呢 这个股价呢 就充了上去 都是值得留意的 那疫症之下呢 就有一些股呢 就很受影响 有一些股呢 就没那么受影响 有些股呢 可能受惠的 那现在这些 今天来讲的这些 阿里健康呢 似乎就是受惠股了 那可以留意一下的 我都是没有持有这些股份的 利益申报了先 那今天时间关系 讲到这里为止了 多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